即校友總會 黃秀雙黃理師長 上台以言致詞 歡迎黃理師長 我們親愛的郭校長 以及我們的兩位副校長 還有我們的楊昌宏董事長 柯運元董事長 還有我們的許立國董事長 以及我們的白明清董事長 跟我們的曾理事長 還有我的老師馮官傅 馮老師 34年將我輔導員裡的老師 時隔多年再次見面 還有我們在座各分會的理事長 以及我們所有得獎的傑出校友 跟我們的新任校長 還有我們的師奪獎的得主 以及我們所有母校的師長 跟我們的同學跟工作人員 大家早安 大家好 今天是一個特別的日子 107年的10月27號 我們齊聚一堂 剛剛我們的學弟主持人特別提到了 請大家比出七的手勢 七是一個幸運的數字 今天也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 他提到說七兩個合起來變成是御飯團 然後我們的學妹說這個是一顆心 實際上張師大就是給我們精神上的一顆心 還有我們物質上的御飯團 張師大是我們共同的一個記憶 也因為張師大改變了我們的一生 所以在這邊特別以校友總會的所有的理監事的一個身份 特別來祝福我們母校生日快樂 謝謝 同時也特別以我們校友總會理事長的身份 恭喜我們所有的傑出校友獲得了這個榮譽 還有恭喜我們所有的師奪獎的得主 因為你們都是教育界的典範 也特別恭喜我們所有的相關今天的得獎者 因為這是一份榮譽 這份榮譽代表著學校母校對我們所有的校友的一份肯定 同時也是一份支持 也是你往前邁進的動力 在我所有參加的傑出校友的臨選當中 我看到我們張師大是最用心的一位 一個學校 因為我們參與了非常多的公、實力、大學、中學 甚至小學的傑出校友的臨選 我們張師大是唯一一所希望我們所有的臨選委員 能夠到學校來一一的事先做相關的一個審閱資料 而且一一的先寫好審查意見表 而再另外召開審查委員會 所以我看到很多的校友從台北、從南部一起回到張師大 來審查這些相關的一個資料 這次的一個申請人非常的多 那我們總共在所有委員的一個共同的一個 領選跟投票跟討論的一個過程 我們當選了十三位我們的傑出校友 其中分成三大類 一大類是有關於我們企業界的代表 像我們的詩人節式校友 他獲得了我們的傑出校友 他在新潔 他創立了新潔燈具的一個公司 大概行銷到全世界相關各個主要的一個車廠 都有用到我們新潔車燈的這樣子的一個產品 那行銷到全世界 另外第二大類是我們的教育界 像我們的蔡吉郎 蔡校友 他擔任我們的成功商水的我們的校長 擔任校長改變了孩子的一生 你也可能改變了學校的整個的一個校域 就像我們的郭校長 非常認真地扛起了這個張時大的大家長的一個重擔 為我們學校爭取到非常多的建設 不只硬體的建設 也有非常多軟體的一個部分 第三類算是比較特別的 是新聞界的代表 我們的三例的一個彰化的一個代表記者 特別為學校做了非常多的報導 這次也榮獲我們的傑出校友 所以在這邊特別恭喜我們十三位傑出校友 由於你們傑出的表現獲得了這個肯定 我們相信也因為這個肯定 會讓我們大家的一個事業 以及我們在帶領學校的一個用心上面 更加的往前邁進的一個動力 那在這個重要的一個時刻裡面 特別希望這樣子的一份榮耀 跟隨著你在事業上面更加的往前邁進 那在這裡頭也要特別祝福我們母校 在四十七週年校慶已經將近了半個世紀 我們一定還要在台灣 在全世界持續的往前邁進 我們期許張師大在我們的張校長 郭校長的一個代理之下 以及我所有張師人的一個努力之下 我們張師大校務昌容 同時也能夠在更加有更多傑出的人才 也期許學弟妹 今日我以張師人為榮 他日張師以我為榮 一起共創未來 祝福我們張師大生日快樂 謝謝大家